与中态 中态 金腰带 金腰带对抗战 争夺战 那么这场比赛如果官员力获胜的话 那个泰国军手波文尼Q的S1的金腰带就归其公务艳丽所有了 同时呢 拿着条金腰带 以后谁向你挑战就得应战 所以对于红防军手吉林体战的官员来说是 第三局至关重要 在相当比分 比赛当中官员力的优势比较明显 利用你快速移动的步伐 同时要注意对方的左边腿 一个金腿带 另外出你的拳 要把这个优势变为盛势 因为在以往我们中方和 别的国家进行对抗战当中还没有坚然带的获得者 看来这个 这一回分散是不 现在公园里要有意识的防对方一个戏法同时要防对方的左边腿 控制好 尽量不要近身 你从另一样来看 现在这个明显的这个泰国的波恩 你系统的力量还是非常好 打的防备 但是他的进攻方式非常在意 主要告诉这边腿 对 不要再用近身 好的 还剩36秒钟 进展之后在这儿禅暴用一种戏法是没有分支的 漂亮你说干净好的 这是地方有点差劲了 这个非常突然 这就是中国传统的腿法 吃败腿 是中国传统的论用腿法 吃败腿 在地方的腹部上 来 然而然而然 然而然 然而然 让我试试两分 这样 不然那个优势更加明显 抓紧机会 不断倒 一号台判 二十三 比十三 二号台判 二十二 比十四 八号台判 二十三比十一 比三坚果 红方胜 一号台判